死刑事件案将在23号宪法法庭开庭辩论 最快7月下旬对死刑是否违宪 做出判决引发社会关注 在业党极力反对废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更指出 法律是由行政院跟立法院定的 如果今天要出现太上院 就是超越行政立法 美金党委员对此都很低调 党团总招柯建明则呼吁 绝对尊重司法独立 尊重大法官 但也说要考量到民意的反应 刘姓保姆姐妹宁愿男童凯凯致死 引发民众怒火 不少网友疾呼应该判死 不过台湾已经四年没有执行死刑 现在共有37人死刑定验 而死刑事件案将在4月23号 召开宪法法庭辩论 最快7月下旬对是否违宪 做出判决 国内的民意八成以上都是执行 支持死刑存在的 所以大法官在作为宪审查的时候 事实上也必须考虑这个社会的引擎 不过过去大法官就曾三度解释 死刑核宪 适逢政权交替之际 520之前要召开辩论庭 也让在野党跳出来认为不合适 如果我们今天要出现一个太上院 这个太上院就是超越行政立法 那以后我们的立法院 所有通过的法律 就向民进党喊的都是违宪 是民进党的一个阴谋 因为民进党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掌控立法院了 他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这些御用的大法官 一直以来台湾民调大约有七成以上反对费死 而是不是七名大法官就能决定死刑存费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没有明确表态立场 但强调都应该尊重大法官和考量民意 施法独立 法治国精神 尊重大宽 但是呢 也要忽略民意 将来我们如果避免冤假错案 那对于这个有关于死刑的 判的标准和执行的情形 也要重新来检视 敏感议题执政党党边回答更是小心翼翼 此行存费在台湾社会依旧有相当大的认知落差 绝分夜灵凡 台北新北昌报道